累就累点吧 谁让我是你爹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款装置 小朋友在上面笑嘻嘻 大人却是惨嘻嘻 他原理就是一趟下来消耗一个爹 农庄营地要是没有趣味装置的 不妨试试这个 而且在玩起来的时候 还很有观赏效果 是不可多得的人气爆棚项目 将这个八卦坑放置在农庄景区里面 简直不要太合适了 在地面上挖出一个深约三米的坑 打造成八卦的形状 游客下入坑内 要沿着圈边一直跑才能上去 要是没有技巧的话 还是空外呢 石槽竟然也能做火锅 这是宁下一男子的创意玩法 他的本意是觉得好玩 想要体验老一辈的艰苦生活 将石槽清理干净后 加入各种食材 这样的形式也吸引了很多的农庄模仿 吸粉无数 而且这样的餐饮形式 极具反差感 让很多的年轻人也去体验了一番 要是是你的话 你会去体验吗 你有没有玩过挖机捞鱼 农庄景区把儿童挖机固定在溪流边 让小朋友体验捞鱼的快乐 然而现实却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搞了半天全是空 你想要玩上这样的捞鱼游戏吗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家烧烤店以独特的方式 打造了真正的下馆子体验 他们将水泥馆加以巧妙运用 创建了独特的主题包厢 这些包厢内装有风扇和孔灯 在外围还点缀上了灯串 营造出一种独特而引人注目的氛围 对于农庄营地等场所来说 如果想要实现差异化经营 不妨考虑引入这种创意 这种水上餐厅成为爆点 农场有大流水的可以试试 在水面上撑起卡座 吃饭如同漂浮在水中 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 又可以欣赏美景 因其独特的用餐环境 导致起很受游客的欢迎 这究竟是足球还是台球 他们将足球和台球的玩法结合 玩的时候是踢足球 不过规则却是台球的规则 这种新奇的玩法 让很多人都想要去尝试一下